今天ET股推介是南方航空1055 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业话组减选原因 就是美国联储局官员近日发放偏甲的言论 美国加息预期降温 而市场开始忧虑 美国通胀问题导致美元弱势 相反人民币近期保持强势 利好持有大量美元债务的航空股 股份留意南航 南航可以看它的数据 4月份营运数据突出 客运运力投入岸年增加1.5倍 旅客周转量升超过2倍 客座率升至大约7成7 货运运力投入岸年升5成 货邮周转量升超过2成 现在南航国内国外的客货运量上升 将会有下半年的表现 走势上南航就突破客户 大约7成4位 大约7成4位 大约5日的跌路 2个地络 大约8和4个地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